哈喽大家好我是Nikki带你飞 在我上一期影片有提到了比特币还是没跌破 这个非常关键的支撑位置 那接下来要是跌破了 会下跌到什么位置呢 那我们马上去看 好我们来看比特币天图 大家可以看到比特币还是一样的 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去震荡 所以在这个震荡区域里面 大家要去注意的都还是这个很重要的主力 还有就是很关键的支撑 现在是还没有出一个方向了 接下来大家可以去注意 如果还是真的跌破了这个非常关键的支撑位置 那也就是说头肩顶依然是成立的 目标价位将会是在这个23439的位置 那跌破了这个支撑 看跌的位置也是这个25200 之前影片也是有提到的 目前的这个比特币是还没有出一个方向 所以接下来的比特币上涨还是下跌的 都需要去看这个相提 他一定要离开这个支撑阻力 才可以就是走出这个趋势 那我在上一期影片有提到了 比特币有机会走出这个M的一个形态 那如果说接下来跌破这个支撑的区域 收盘在下方 那接下来将会开启这个下跌 那这个是我在上一期影片有提到 我们回顾上一期影片去留意 他会不会走出这样的一个双顶 然后出现了一个M 那如果说M接下来跌破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现在是还没有成立的 只是说一个预测 预测就是他接下来下跌的位置呢 就会在一个25657 前提是他必须要跌破26600才可以 没有跌破的话其实这个也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们可以多加留意 那我第一个会关注的主力位置就是在这里 这个位置是在27552 这个就是我上一期影片有提到的 那大家还是可以在这个区间里面去进行交易的 就像昨天你看他在这一个位置也是一样插针 因为在这里其实形成了一个很关键的支撑 这里也是很关键的主力嘛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震荡行情 很多人就会开始感到很疑惑 到底我看了Niki的这个分析 他是做空还是做多 其实我是多空思维都有 看到什么就进行什么交易 其实合约操作最重要的都还是 你操作你看到的而不是你想的 就很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M 如果说他接下来真的跌破了 稳在下方了 回踩并没有回到去这一个26600的上方 接下来继续的下跌 那就是我提到的这个M而且这个M的一个形态 是我在上一期影片就提到了 然后他后来发生了对吧 如果你要注册户口可以在我影片的资讯栏下方 点击这个链接去注册 有很高的充值福利还有就是20%的反现 那我们现在去看以太 好我们快速来分析以太的这个盘面 四小时图大家可以看到以太都还是在这个箱体里面 去震荡还没有出一个方向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箱体里面是非常漂亮的 来我们看你可以看箱体的顶部就是在这个 0.618的位置所以其实在这里是一个很好去开空的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VIP的带单群 我的团队在ETH分批的这个主力位置去做空 那分批是在1829 1836 这一个只是进了一半 到这个位置那就非常漂亮了 就是进到了两张 那这个是进了一张单 然后目前呢已经是到一个指引式的位置了 指引式是我ETH之前开的一个空单的一个指引位 就是到1777 那为什么是在1777呢 来我给大家看 从底部这里拉到顶部 你也可以看到它真的非常的漂亮的 那1777就是0.618 它也是插了 然后回到去 那在这样的一个震荡行情要怎么样去进行操作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看到怎么样的一些机会 去进行怎么样的操作 一定要保持中立 因为震荡的行情呢 就是说它还会继续的盘整 直到它再出一个方向为止 当它出方向的时候 我在昨天的影片也有提到了 如果你在这里接了这个空 下跌到了这个位置 你拿部分的盈利 如果说它接下来是再次的跌破 回踩没有回到去上方了 再次的下跌 那其实你都还可以在右侧这边 再去加仓你的这个空单 所以多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你在这里 底部你去接了这个多 到了这个阻力的位置 你就拿部分的盈利 那当它真的是突破了 对吧 它突破了你还可以就在这一个 再去加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行情 那如果说这个行情 它是没有突破这个箱体的话 它还会继续的盘 直到它突破了这个箱体之后 才会出一个比较大波段的一个方向 那其实你要去右侧 去交易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最后就是送给大家一句话 操作你所看到的 而不是你想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还有比特币跟以太币 现在你需要去留意的是0.618 你看它现在的这个反弹是还没有破这个0.618的 而且它也没有创出这个更高的一个新高 而且现在呢就是不断的创出新地 所以它会不会就是跌破这个响体 接下来回不去上方 接下来继续的往下跌到我提到的目标价位1720 然后我们再次回到比特币的一小时图 我刚才没有提到 就是大家要去留意这个Fibonacci的0.618 刚才有提到了以太对吧 那比特币其实也是的 它的这个下跌后迅速的反弹到0.618 目前在这个位置盘整 那接下来你就要去留意它会不会破 如果破了我们还是一样的 就是看这个阻力位置 那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 它是没有创出新高 而且不断的创出新低 在天图我在之前的影片也是有提到 天图呢它也是出现了这个颓势 所以如果今天它真的是要继续开启 这一波的上涨 那它必须呢就是要突破这个阻力位置 然后还有就是回到头肩顶的 这个颈线的上方 就是2万8的这个上方 那我的比特币和以太币的分析就到这里了 我明天是没有进行这个分析 因为我明天有去上课一整天 那我在5月21号呢才会做这个更新哦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作为参考 拜拜 Nikki带你飞 Nikki带你飞 加入Nikki DMF 大家一起飞 Nikki带你飞 Nikki带你飞 加入Nikki DMF 大家一起飞